接下來交給愛明 為我們分享這位100號女士的心情 我不知道100號手打這位女士 今晚有沒有來到 但是我會盡我的能力 將她想和大家分享的事去講出來 我自己當晚其實沒有鬧手 但是我在看著電視 去看著這幫人被捕 在我最初看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是哭 每一次我嘗試去演講的時候 我都會哭 那我很希望今晚我可以忍得住 我是一個平凡的大嬸 家裏面有老公 有兩個90後的小朋友 除了在年齡上 是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之外 我都叫做受過教育 讀過大學 有兩個學位 是一個不輕易受人疏擺的人 不過 在今年的7月2日凌晨 令我由一個奉公守法的良民 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搗亂社會秩序的知識分子 激進民運人士 我就是那138個追隨著人民力量大隊 進行公民抗命而被捕的其中一個人 參加七一遊行 我從來都沒有打算過要以身事法 進行公民抗命 港府推出的替補機制 實在太過荒謬 有違法理 更在推行手法上 目凶一切 帶有霸王硬上公之勢 在遊行的期間 我親眼聽見 親耳聽見 領略到 感受到 人民力量的爭執 他們清晰的理念 細心策劃 所有事情都覺得是 的確可行的 於是 我決定追隨人民力量的大隊 留守在現場 繼續抗爭 我知道如果我當晚不敢做 我一定會後悔 我看過去幾天傳媒的報道 和一些所謂社會領袖 議員和官員所說的話 覺得實在不盡不實 故此 我覺得我有必要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日所體會到的 和我相亦一起遊行的 只有一位女性的朋友 他是一個專業的時裝設計師 絕對不是經常搞社魂 專業的盟運分子 他是和我一起被捕 也就是說 他是那138名被捕者當中 唯一一個我認識的人 在被捕之後 我認識了其他被捕的盟友 他們大多數都和你我沒什麼分別 一樣都是很平凡 其中有做生意的小老闆 有家庭主婦 有學生 有專業人士 有文員等等 不過最令我感動的 是我們一群人當中 有一個84歲的老伯伯 和一位嚴重視障的人士 坦白說 要年輕力壯的青年人 一起捱過這十幾二十個小時 去抗爭已經是不容易 更何況是 一位上了年紀的長者呢 我和這位伯伯聊過之後 知道伯伯頭腦清晰 意志堅定 不是那種人魂逆魂 任人擺佈煽動的人 我在想 警察將伯伯雙手反鎖的時候 究竟那位警察的內心 會不會感到內疚和慘愧呢 在七一遊行之後的幾天 在報章和電視上 大家都只會看到一幕幕衝擊警方的畫面 你們幾時有看過我們一班人 秩序者年 安安靜靜地坐在馬路上面 內心等候被拘捕的一個畫面呢 香港大部份傳媒都怕不罪權貴 都變得自我蒙蔽 經常不自覺地選擇性報道 結果 社會主流輿論 都認定我們這班和平抗爭者 是知識分子 警方說示威者非法集會 其實情況是警方阻止遊行人士 前往禮賓府 並且將遊行人士 重重包圍 既不能前進 亦不能離開 所謂警方勸喻人群離去 根本全部都是謊話 什麼非法集會 阻街 全部都是由警方造成的 警方的處理手法 亦都非常令人提笑皆非 在我們一班人 很安靜 沒有喊口號 靜靜地坐在那裡的時候 警方如臨大敵 近距離全副防暴武裝 派在我們旁邊 如果香港是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 香港警察一定會被人嘲笑得無地自容 當晚 警方還有一個精心插畫的手段 在拘捕我們之前 他們一律清場 將所有的記者律師等等 全部通通趕來現場 目的顯然異見 就是要令目擊證人少之有少 不讓傳媒拍下他們濫用警權 反鎖我們的畫面 警方 是什麼 要為我們上手扣 綁瘦大 怕我們投走 不要那麼傻 我們那天 全部都是整整齊齊坐在那裡等你抓的 你們所做的 根本只是要羞辱和威嚇我們一班糧民 不過我想跟警方說 我們是不會向你低頭的 雖然我是第一次做犯 但是在警署等候的時候 都有一小片的美好回憶 負責看守我的警長 雖然沒有表示過同情 和支持我們這次的活動 但是在對方處處善待我的行為當中 令我看到他的認同 對方不單止每次都為我率先拿東西吃 拿東西喝 排隊登記 還會主動做我的跑腿 幫我去扔垃圾 最後 在我們放監必經之路 這位警員 已經站在那裡等我 離遠地跟我揮手道別 跟我說拜拜 這些點滴 全部都令我更加堅定 更加相信真誠和正義 是可以贏取人心 就正如黃毓民議員 陳偉業議員 感動我們一樣 以前的我 多數以局外人身份 置身事外 冷眼看著其他人為我爭取權益 那時的我 還更加不知好歹 認為有些人 有空沒事做出位 經過今年七一抗爭之後 我深深體會到 捍衛香港法治 和推動公民自由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我們不可以再被我們的領袖 孤軍作戰 大家試想一下 有哪一個人 不想思思問問 有頭有面地出入上流社會 和一班尊貴的議員 穿梭在官身權貴之中 從中拿到一些好處 那幾個已經上了六十歲的人 黃毓民、陳偉業 為什麽要這麽犯賤 選擇這條艱辛的路 去和權貴抗爭 他們為什麽要大熱天時 聲勢力竭 奔波勞淚 這些只顧奉練自己 不畏強權的你 領袖 我一定會甘心追隨 在這裏 我好希望大家可以用你們的掌聲 再一次感謝這位 一百號手帶的女士 將當日她所看到 所加入人民力量的過程 和我們分享 亦都給予你們的掌聲 這位女士所講的兩位議員 他們為什麽要這麽發展 選一條這麽艱辛的路 去陪我們抗爭 陪我們去走 我會甘心追隨 你們會不會啊 其實當晚被抓那一百三十八個朋友裏面 真是有老有亂 有十八歲的學生 有八十幾歲的伯伯 有一位嚴重視障的朋友 有一家五口 爸爸媽媽 兒子女女 當時在北角警官裏面 都見不到這樣 真是不知道啊 有些是在外國生活 專門回來 參與七一遊行的朋友 來自羅馬的朋友 有位姐姐我記得 反而他們都非常輕鬆 被捕好 或者在警署留了很多個小時 被那些程序折磨到你又熱又輕又煩 不少都是第一次 你是不是第一次 我當然是第一次 不過我都沒有享受了整套服務 我享受了胡椒噴霧 上手扣 拉返警署 但有兩件事享受不了 是什麼 就是打手指毛和拍犯人照 為什麼呢 因為那間北角警署 北角警署 就是警察博物館 那些東西是舊得不得了 他只得一架機幫你打十隻手指毛 只得一架機幫你拍那些 正面側面的反照 當他拍了十幾二十個的時候 他的機器就已經壞了 所以我們後面那些 是不用打手指毛 又不用形而反照 所以這也是公民抗命的結果 即抗到他的機器都壞了 我説不下全套 下次 下次 大家禮事 不過不要緊的 其實 如果我們真的不是做錯事 他要這樣來拘捕我們 我們一起被他拘捕 是嗎 是 你們說是 這些叫做什麼 這些叫做增加他們管治的成本 是 其實進去我忽然想到 可以狂去廁所 坐到他們吃飯屎 那些警察 有些警察都可以的 是 沒有多好的 喂 剛才呢 我首先要和大家道歉 剛才我走了一個圈 就知道很多位置都不是聽得那麼清楚 不是聽得很清楚的 朋友舉手揮揮手 給我看一下 喂 說到已經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呢 老實說 為什麼聲量會不是很夠呢 我要說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這次的集會呢 是沒有保險公司 肯接受我們的投保 因為他怕我們呢 可能會毀壞些東西 要他賠要做涉本生意 那因為沒有保險公司 所以我們要接受我們的投保呢 康民署呢 理論上就不肯借這個王后像廣場給我們 第一 他不肯借電給我們 所以我們這幾盞燈幾支兵呢 是靠自己拿來的發電機發電的 第二 他是不讓我們把我們的喇叭 設進去王后像廣場 如果不是呢 我們會再設喇叭在後面 那就是後面水池旁邊的朋友呢 都可以聽得清楚一點 但是這次真是非戰之序 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因為每一萬都很多人來參與 所以 多謝你們 即使聽得不是很清楚 都肯留到尾的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即是未來的日子 我們要申請這些集會 可能在一間 他會有更多程序 更多東西在流難我們 即是好像保險業 功能組別議員 他就說 平時如果買這些保險 幾千元一萬幾千而已 他說如果人家要你十萬元 你也不買 是嗎 是啊 下次如果有沒有保險公司 來受我們保險公司 我們就衝擊陳健波的辦公室 好啊 你怎麼知道我們十萬元不買 一人夾十元也買到 最重要就是 我們是不是會破壞公物的示威者 我們昨天集完會 比未集之前還乾淨 你知道嗎 是 是那幾隻飛機 我沒有能力拿 他也沒有能力抹 他也沒有能力抹 我發覺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昨天我們走的時候 大家都很乖 幫忙清掉所有的垃圾 但很奇怪 我們撿了一大袋的垃圾 這樣在那裡 原來今天 沒有人幫我們撿過 沒有人動過我們那些東西 那幾袋子飛機還在那裡 他現在覺得 好像過年初一初二初三 倒垃圾的 這個範圍休息的 但你星期五完完 他才開始一次撿 咦 那就是可能不抄牌 可以拍在警車旁邊 你就試一下